原鄉公墓土地不復使用的情況頻傳 為了解決屏東縣原鄉地區殯葬 設施新辦改善的問題 立委檢東民二十三日在立法院召開 跨部會協調會 來自三地門 馬家 春日 獅子 牡丹 以及霧台等六所鄉公所的鄉長 以及鄉公所人員都北上尋求解套 每個鄉公所都各自提出目前鄉內的公墓 新辦事業計畫進度與困難 最後是不是能夠併成公墓用地非常困難 因為他們都在山坡地上面 隨途保持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公所最難的工作 就是如何相信有的傳統墓園 桌邊佔用的土地合法為公墓用地 土地 我準備製作土地根本沒有給我隔壁 我拿這個錢幹嘛 北上協調的六個原鄉 目前只有馬家鄉 一進次籌款購入大約一公頃的土地 也實質進入土地變更的程序 不過就算是土地取得變更後 還是要進行水保以及環評的工作 大約還要花上四百五十萬到五百萬的經費 對鄉公所來說相當吃力 根本沒有錢可以自行進行環評水保等相關工作 鄉代表就希望是否能夠以分歧的方式 先向內政部撥用部分的經費來做計畫 接斷公墓改善的經費 因為我們內政部這裡是不是在申請補助作業的一個程序 是不是能夠操作一個簡化 因為真的又要新辦事業計畫 又要做環保水保工程 這種經費可能在我們地方上無法負擔 內政部殯障設施示範計畫第三期一百零二年到一百零五年的計畫 以原住民族三地鄉作為優先補助的重點 不過每個鄉每個公墓最多只能申請一千萬 若要再興建那股設施還可以再申請一千萬 不過相關的申請流程過於複雜 立委簡東民族要求簡化申請的步驟 並且先撥用部分的經費給鄉公所使用 至於土地變更的部分 經過協商後依舊無法取得共識 最後內政部則希望再次與地震單位 針對相關的土地使用規則上再進一步的做研究 立委簡東民也要求在下一次邀集跨部會的協調會之前 內政部要到各鄉進行公墓 實地觀察後給予報告 記者 立法院採訪報導